大家好,我是频道,我是音大吉 2016年,所有美国人都在关注两位著名的总统竞选人 实际上在这一届总统竞选人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魔术师、乡村歌手和节目主持人 以及饲养着227头老虎的野生动物园园长 完全不输给川宝的表演型人格 一身牛仔的装扮,留着性感的滋鱼发型 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当时正在参选的虎王 竟然酝酿着一起残忍的杀人计划 一段因为老虎和野生动物长达十几年的撕逼战争 也让人看到因为动物而让人性变得何等扭曲 约瑟夫·马尔多纳多本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普通乡村男孩 13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 出于无法接受,父亲让他保证以后不会参加自己的葬礼 一次偶然的机会,约瑟夫开始对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与哥哥开了一家宠物店,但依然因为悬挂同性链的标志 而违反相关的装饰法规,经常和相关部门产生矛盾 1997年,约瑟夫的哥哥在车祸中丧生 他卖掉了和哥哥合开的宠物店 与父母在俄克拉河马州一起购买了16英亩的农场 并开始建设,用两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动物园 他将动物园起名为GW来纪念哥哥 动物园在他的经营下不断发展壮大 饲养了很多老虎、狮子、黑猩猩、鳄鱼等各种衍生动物 2002年,约瑟夫发现观赏动物和魔术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 马上就变得非常有人气 于是他自学了魔术 在外面表演的过程中就加入许多动物的环节 每次演出就会有丰厚的收入 来观看魔术表演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些动物 特别是老虎幼崽 他进一步精确了客户的群体 并开始持续收购和饲养包括老虎在内的大型猫科动物 还给自己重新起了一个一名 Joe Exotic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野生桥 作为同性恋他也遇到了两个喜欢的人 约翰·芬雷和特拉维斯 其实这两个人都不是同性恋 只是因为桥有经济实力可以给他们购买毒品 作为社会边缘人 两个人也都是迫于生计的压力 都选择了和他结婚 三个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婚后乔就把两个丈夫一直安顿在动物园里 很少让他们出去 此后乔带有野生动物的表演 持续火爆 他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 经常穿着华丽的衣服和珠宝 还做了漂白的子鱼发型 认为这是一个属于性感男人的标志 可在2006年前后 突然就冒出来一个死对头 也就是乔后来的一生之敌 老虎救援会的创始人 动物权益保护者的领袖 爱护人士卡罗·巴斯金 在他创办的网页《大猫解救行动911》里 把乔列为了头号恶棍 认为他的表演是在虐待动物 卡罗因为动物保护人士的人设 在网上有着200万的关注量 他动用自己的影响力 开始抨击乔的生意 又派很多人去各种场合宣传 一顿操作之下 就很少有人再敢雇佣动物团队表演 乔的生意一落千丈 但乔又通过媒体进行宣传 将和老虎和影为噱头 让人来动物园参观 开启了人和动物 在动物园里近距离互动的模式 这回应该就不犯毛病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被老虎痴迷 动物园的票价300多元起步 还根据客流量进行不同程度涨价 毕竟抱着老虎和影的体验非常值得纪念 慢慢的就引发了一场和老虎和影的潮流 比如前NBA球星奥尼尔就是这里的常客之一 经常来这里看望老虎 并给他免费进行宣传 门票和和影收费只是乔的收入一部分 更有实力的顾客会在这里直接 买走那些幼崽当作宠物 似乎养一只老虎或其他猫科动物 已经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这是乔最大的经济来源 也在背后做着非法的勾当 他开始大量非法收购各种大猫 比如毒枭 被绞之后无处安放的老虎宠物 或者是富豪破产以后 低价卖掉的野生宠物等等 为了不断创造收益 他开始非法购买和非法繁育老虎幼崽进行出售 这种建议模式让他狠狠的赚了一大笔钱 那时候为了赚钱 像他这么做的人不在少数 也出现了一种现象 就美国人所圈养的老虎 也包括动物园里的数量高达7000多只 而全世界目前在野外生存的老虎 总共也才不到4000只 乔的动物园最多的时候有227只老虎 乔是天生的表演者 动物园就是他的舞台 为了让自己持续火爆 不会放弃任何机会策划真人秀节目 还出了自己的乡村音乐专辑 一时风光无限 由此获得了虎王的称谓 但他也有头疼的事情 就是自己养的这群野兽 一天要吃掉30多头牛 喂养一只老虎每年需要花费3000美元左右 所以他每年单单喂老虎 就要花费75万美元 瞧发现老虎幼崽四个月大以后 就不会继续产生价值 所以如果四个月后还没有被人买走的话 就会进行射杀 减少自己的成本支出 另一边因为没有政府的监管 私人饲养老虎数量越来越大 一些买家收养老虎一年之后 大多都很难再坚持下去 只能是去找动物保护协会 将老虎寄存饲养或者是干脆给放生到野外 民众深受其害 2011年10月18日 有人将自己饲养的48只野生动物的铁笼 全部打开 任由动物们在周边游荡和袭击人类 其中有一只沸沸三只美洲狮 和18只老虎等危险动物 赶到现场的警方无法控制局面 进行了开箱射杀 卡罗得知以后 开始催促推动猫科动物公共安全法 提议保护和救助被虐待的大型猫科动物 并希望明令禁止 让动物与公众产生肢体接触 并使用自己的号召力 动员一群动物保护人士进行游行 这就意味着乔的踩路会被断掉 包括乔在内的同行 开始站出来反对卡罗的提议 而性格非常偏执的乔 更是直接示威 警告如果有人敢打扰他的动物王国 那必将和对方血拼到底 还在动物园配备24小时的巡逻 身处两地 二人隔空对峙的局势愈演愈烈 乔也开始调查起卡罗的身世 一调查发现卡罗表面看起来善良之性 人畜无害 可实际上那也只是他对自己的伪装 卡罗自己也在经营一家动物园 但他号称所有动物都是别人弃养的 他是把这些动物给保护起来 而实际上却一直利用 保护野生动物的标签 大肆敛财 在动物园里开设了很多种游玩项目 而且游客们都以爱动物的心 就来到这里甘愿花钱 很明显是被卡罗的包装给迷惑了 短短几年就敛财150万美金 还创办了自己的动物保护协会 乔一看这人明显就是表里不一 就继续深挖他的黑料 才发现卡罗或许还有一宗命案在身 1995年的时候 卡罗在已婚的情况下 认识了比自己大20岁的富商 唐路易斯 并成为了小三 最终和自己原配丈夫离婚 嫁给了唐 那个动物园也就是唐所创办的 但两人的感情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唐曾向警局申请了家暴限制令 还感觉卡罗会杀掉自己 但警方认为两人只是家庭矛盾 感觉问题不大 就并没有对卡罗实施限制令 1996年8月 唐离奇消失了 卡罗还直接篡改了遗嘱 唐失踪5年的时间一到 卡罗立刻上报 唐已经法定死亡 成功继承了丈夫的全部资产 包括大片土地 唐消失的案件 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进展 卡罗在接手了动物园之后 一直在亏损 野生桥的生意却非常火爆 于是卡罗突然转变身份 以动物保护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每天利用救助和收养老虎的噱头不断炒作 成功的在网络吸引了几百万关注 仅在各种社交平台就有丰厚的收入 也给自己的动物园引流客户 并且开始抨击贩卖野生动物幼崽的动物园 两人全都以爱野生动物为名 展开了一场媒体战 本质上是两个资本家 为了自身利益的商业撕逼 这两个人的特质基本相同 雇佣员工方面也都是充分展现了资本家的本性 乔大多都是去找一些社会边缘人群 和有过前科的人群 这些人肯干活要求低 可以支付最少的工资 每周给员工150美元的薪酬 而神奇的是 员工很快就有了归属感 有些人即便因为工伤 被野兽咬掉了双腿或者手臂 还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除了动物园就无处可惧 成为了他们的软肋 他们接受在这里脏乱差的住宿环境 吃着超市扔掉的过气肉 也都一直任劳任怨 而卡罗更是离谱 通过200万人关注的社媒 发布招聘志愿者信息 就会经常有人主动找来动物园 不要任何报酬 他把志愿者按等级分类 最低等级的人去蚕食 有了足够的经验 在晋升下一个等级 做更重要的工作 到最高级别需要5年的时间 直接就给套牢了 志愿者每周工作6天 每天12个小时 卡罗对志愿者灌输 这种无私奉献的生活模式 才是高级 这给他的动物园运营 省下了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而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人设带来的 资本家看了也直流眼泪 要说没有人性 还得是你们 乔曾经坐下直升飞机 偷偷参观过 卡罗的大猫救援会动物园 他发现卡罗的动物园 环境特别差 到处都杂树丛生 笼子都非常小 也都基本生锈 根本就不适合动物居住 简直就是野生动物集中营 卡罗在宣传大猫救援会的时候 说自己至少救助了100只老虎 但现场只有12只 而且生活环境特别差 乔进一步指责卡罗 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诈骗 人性还不如我呢 但苦于对方的影响力太大 自己的声音总是被淹没 所以乔也开始在网上发力 准备揭露卡罗的真面目 他的性格下来就是打直球 不择手段 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硬蹭 做了和卡罗的保护组织相似的商标和名称 并完全仿造他的网站 阴阳他是虐待动物组织 还把自己打嘴炮的功力展现的淋漓尽致 拍摄各种黑卡罗的网络段子 还PS他的照片 专门创建网站 发布重金寻找杀害唐路易斯的凶手 暗指卡罗杀害丈夫 甚至还出了一首单曲来恶搞 他把卡罗发布带血兔子的照片进行转载 反向控诉卡罗在虐待动物 然后自己穿上带血兔子的服装 带一伙人举着杀人犯的牌子 到卡罗动物园门口抗议 这些卡罗当然看在眼里 但社会阅历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 没有正面硬刚 直接反手一个起诉 商标侵权 人格侮辱以及诽谤 索赔100万美金 乔花了大量诉讼费之后 还是输了官司 最终法院判决 乔向卡罗赔偿100万 野生乔直接麻了 没想到自己打个嘴炮 口嗨一下 直接搭上了经营十多年动物园的收益 就开始放赖 转移了自己的财产 说自己也没有钱 拒不赔偿 法院只能强制之行 拿走了他的半挂车和旅游巴士 以及很多私人物品 野生乔继续对卡罗叫嚣 把准备执行赔偿的物品 直接炸碎 或者是干脆一把火烧掉 确实经过多年的商战和打官司 乔的积蓄所剩不多 甚至都无法维持每天动物园的饲料 本想把极有的财产转移给父母名下 但卡罗已经提前预判 连带要求他的父母支付赔偿金 父母赔偿不起 卡罗要求强制搬走父母家值钱的物品抵押 坑爹坑妈的桥终于是开始服软 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 请求卡罗和解 希望分期赔偿 但卡罗要求用桥父母的房子做抵押 这一下直接触犯了桥的底线 勃然大怒终止了谈判 但没钱的桥已经走投五路 只剩下动物园可以赔偿 没想到自己一步步被卡罗带入节奏 苦心经营的事业或许真的要拱手相让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逆风翻盘的希望出现了 经营马戏团的土豪 杰夫出现在了野生桥面前 说可以给桥投资 并准备接盘他的动物园 在简单了解杰夫的豪宅和跑车之后 桥是顶礼膜拜 杰夫一次性帮他付清了三万五千元的律师费 然后单独和卡罗兑现骂了对方一顿 又拿出一万美金 悬赏寻找卡罗谋杀丈夫的证据 野生桥直接被硬气的杰夫所征服 这大哥绝对是有实力 之后桥、杰夫和律师经过商讨后 决定把动物园名义上转让给杰夫 这样卡罗就会花费更多的诉讼费来起诉动物园 之后桥便开始全权打理动物园的生意 在接手之后立刻将原来的那些人全都解雇 并找来自己人辅助管理动物园 没有了管理和赔偿压力的桥 复盘了一下这场风波 觉得卡罗这个人就赢在懂得运用法律 而且一直都游说政府部门立法禁止买卖野生动物 和他继续抗争的关键点 并不在于诋毁这个人 而是去想办法让卖野生动物变得合法 但相比于卡罗请求立法机构 自己则要搞一个高端局 直接竞选总统 2015年他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参选总统的申请 宣布他将作为独立竞选人参选总统 之后桥的参选视频和喜感的造型 立刻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关注 一个爱玩枪 养老虎留着肢鱼头又是同性恋的多配偶主义者 竟然在竞选总统 桥也成功的大火了一把 他的涉媒得到了巨大的关注量 结果野生桥作为独立候选人 在全国范围内 共获得了962张选票 落选是必然的 野生桥退而求其次 开始竞选俄克拉荷马州州长 为了增加竞选的话题性 向民众分发印有他头像的安全套 种种行为让他彻底的在美国名声大噪 有关的话题都会非常火爆 正当桥的选举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 桥的一号丈夫约翰出轨了 对象就是桥的助手之一 两人在发现女生已经怀孕之后 选择了私奔离开动物园 桥的二号丈夫特拉维斯 也开始受不了每天球龙般的生活 他经常因为桥给他的毒品不够而发怒 精神状况也非常差 2017年9月 特拉维斯在办公室当着几个员工的面 举枪自尽 两个丈夫全都离自己而去 桥每天都过得非常低迷和暴躁 直到两个月后 成功连接上了三号丈夫 填补了感情上的空缺 新丈夫的母亲甚至比桥还小一岁 时间很快又到了州长选举日 这天桥兴致勃勃到达了选举地点 但结果出来后 他只得到了19%的选票而落选 在政界示意的野生桥 也没有太过沮丧 反而另外一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就是发现被视为救星的杰夫 他的豪宅和跑车都是租来的 欠着大量的外债 两个人都是半斤八两 可惜他发现的已经太晚了 这杰夫就是明摆着要白嫖他的动物园 杰夫主动出击 先找到他开始宣泄情绪 因为桥在之前竞选州长的时候 挪用了动物园8万8千美金的公款 而且已经惊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已经准备审查动物园的银行账户 被查到出现问题那你就废了 两个人不欢而散 乔马上把自己挪用公款和其他的犯罪证据 全部烧掉 并找了一天将所有值钱的动物全部拉走 自此乔彻底离开了自己苦心 经营了20年的动物园 而之所以乔在这时候显得这么心虚 是因为他正酝酿着一个阴谋 乔把自己落得如此窘境 全都归咎于卡罗 长期的愤恨闷在心里 早已变质成为了不共戴天之仇 在杰夫刚刚和他联手的时候 两个人就开始预谋雇凶杀人 让卡罗这个人彻底消失 动物园吸来一名杂工是杰夫的手下 叫埃伦 他的眼角有一个泪痕的纹身 这是黑帮分子的符号之一 于是乔便希望埃伦去杀掉卡罗 报酬是5000美金 先支付了3000 事成之后再结尾款 但乔万万没想到 动物园里早就潜伏着联邦调查局的线人 詹姆斯 原本是让他监视乔 试图获得乔虐虐待和捕杀动物的证据 结果乔把买凶杀人的事情 也告诉了詹姆斯 那詹姆斯第一时间就进行了上报 卡罗立刻对自己展开了保护 安插警方暗中蹲守杀手出现 而埃伦的暗杀行动却迟迟没有落实 因为他半路反悔 不干了 拿着3000美金去了脱衣舞俱乐部消遣 乔就没能达成目的 警方也没能得到买凶杀人的证据 于是他们安排詹姆斯重新给乔介绍了一个杀手 但却因为要价一万美元太高 而被乔给拒绝了 这个买凶杀人的计划一直都悬在他的心里 所以杰夫和他吵架的时候 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在调查 野生乔直接整个人就虚了 马上带着值钱的动物跑路 警方苦于没有证据 所以没有实施抓捕 只能是继续调查 很快就成功让詹姆斯策反了杰夫 杰夫这个人向来都是吃里怕外 为了洗脱之前自己的一些罪行 也为了彻底得到乔的动物园 在短时间内就配合警方提供了大量 乔买凶杀人的证据 那时候乔已经和自己的新丈夫开始跑路 一直跑到了佛罗里达州 也正是卡罗所在的地方 人们都以为他是想亲手除掉卡罗 2018年9月还没等他动手 警方就在一个停车场把乔给逮捕了 警方还在动物园内发现了很多他虐杀动物 以及非法反育、饲养和买卖的证据 买凶杀人也是证据确凿 法庭上检方对他提起了19项指控 除了买凶杀人为罪 还有杀害老虎、非法反育、饲养等罪名 为了逃脱罪责 之前动物园里的人把所有的黑锅 全都扣在了乔的身上 没有人为他做正面辩护 但乔对此都一一做出了回应 说买凶杀人的事情子序误有 3000美元也是给艾伦发的工资 而之前贩卖猫科动物 其实只是将动物合法的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已 但警方驳回了他的辩护 乔感到非常不公平 还是有很多人在非法反育和贩卖动物 却只有自己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 于是他主动联系动物保护组织 整个进行揭发 最终提供诸多情报的乔 也被从轻发落 2020年1月陪审团决定虎王野生桥被判19项罪名成立 判处监禁22年 10年57岁的他很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之后桥的名气因为网费纪录片的播出 在网上变得更加火爆 野生桥现在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纪录片里出现的人 也都开始消费野生桥这个名号用来捞金 美国的部分民众也有提出释放野生桥的申请 甚至认为他是受到同行的竞争迫害 卡罗也是真正的恶人 不少网友也人肉出了卡罗的各种信息进行网报 并怒斥卡罗是杀害他丈夫的凶手 而之前当间谍的詹姆斯和杰夫也遭到了网友的谩骂 甚至给他们的生意刷差评 野生桥的亲人和好友还找到了媒体 请求媒体找到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请求特赦 但当时特朗普新冠阳性没有办法办公 2021年1月6日特赦小组又前往华盛顿 但最终特朗普是拒绝了特赦桥的请求 桥入狱以后 杰夫还准备在俄克拉荷马州开设一个新的动物园 并将所有的动物全都转移过去 但不久之后他被美国司法部门起诉 原因是他之前偷偷将老虎幼崽带到了公共场所 联邦调查局于2021年5月将他所有的老虎进行了扣押 在被监禁期间 桥编写的自传于2021年11月发布 直到现在桥还在为他能够早日出狱而不断努力 从名利双收的虎王到如今的阶下囚 或许他的初心真的是喜爱野生动物 但短暂的利益滋补让他迷失了方向 让动物们沦为了脸裁的工具 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动物王国 但却超出实际剥夺了很多动物的自由 入狱之后的约瑟夫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就像一直被囚禁牢笼的动物们一样 在那些年的时间一直封闭自我 太多的诱惑给他靠上了无形的枷锁 扭曲的内心早已忘记了自己原本出发的原因 一直把自己锁在利益的牢笼之中 最终让他成为了金钱和名誉的奴隶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最后别忘了点赞至大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